韩国瑜喊出的或出的去人静的来高雄发大财口号 随着他的当选国内外不断传出有企业有意来高雄投资 六日来自广东珠海工商联上市公司企业一行16人前来参访 也透过全球鸿门总会长刘慧静的居中了解 表达了想投资高雄的高度意愿 那有海内外有很多人都对高雄的投资很有兴趣 那你们也是工商界的 可不可以谈一下说你们是不是对高雄的投资环境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啊 我是第一次来台湾 那么台湾有我想象中啊 就是为什么我想来台湾呢 台湾有很美好的风景啊 这个然后中华文化的极淀 然后有这个有一些领先的科技 这一次我们来台湾呢 也确实在这几个方面都收获很大 我们这次来台湾是一次这个从台北到高雄 领略了台湾的整体的风貌 和它的很多的魅力了 我们来只是短短的几天 我们会把在台湾看到的 听到的感受到台湾的这种人民的热情 市场的机会 还有很多的人才啊 科技啊 一些领先的方面 我们都会把这些讯息带回去 带回到珠海 我们以后有个愿望 就是我们多多的多交流 所以我们欢迎台湾的朋友啊 多去珠海也看看 那边也有很好的 这种投资新业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很愿意把台湾的这种好机会 告诉我们珠海 告诉我们大陆的朋友们 让他们多多的来台湾 也可以投资啊 也可以发展啊 我觉得现在高雄 真的也是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我们很愿意抓住这样的机会 促进我们两岸经济的发展 这是应该的 因为高雄现在韩国瑜 形成一股寒流 我也一直在关注 他作为市长来说 平经济是对的 因为我们邓小平 总设计师曾经说过 发展是硬道理 经济起来了 所有的市民富有了 大家才会安居落叶 如果这个高雄的投资环境好一些 我们觉得我们珠海共产界的同仁 愿意到高雄来合作 而且高雄肯定有它的 某些方面的优势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交流 访问了解 进一步对高雄的 在这个事情 经济的情况里有些了解以后 进行部分的投资或者合作 大家活股 办一些先进的制造业也好 农业也好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这次前来寻求投资合作机会的 广东珠海工商联 成员皆是珠海地区各行各业的大企业代表 具有相当的实力 其中甚至还有上市公司的大老板 这个访问团应该说是珠海的共产界的主席和会长们 我们的董凡主席就是我们建凡生物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他是做医疗器械的 应该说是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家 其他来的主席会长们都是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 包括有投资的 混泥土的 有做能业的 也有做食品的 行业的 还有做电子的 机器人的 智能制造的 各方面的都有 也有高尔夫协会的主席也来了 各种各样的 就是这个应该是涵盖了珠海比较 因为他们身前都是副主席 副会长 这些级别都是各行各业的顶级 才会入供三年 显然韩国瑜的拼经济旋风 对岸的大企业家们也看到了 正在以实际的行动寻求合作的机会呢 Young News记者高雄报道